歡迎各位益友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首先要享受解答了一位益友的查詢 他在上條影片的留言板問到 究竟成為這個頻道會員有什麼作用 實情我會不定時發布一些會員專享的影片 以及將我們平時直播節目的重溫 都會放到我們的會員頻道 目前我們的頻道的經營相當困難 不少益友都反映 就算他們訂閱了和已經按響了小鈴鐺 當我們有新影片的時候 他們都收不到通知 而且我們不少的影片都被評定為不適宜播放廣告 因此大家加入成為頻道會員 就真的相當重要 希望各位益友能夠鼎力支持 在此再次感激大家 說回葉劉 他今早出席了商台節目的訪問 他就提到 政府正在研究中 訂立一些緊急法例 來管制口罩等等防疫物品的入口 分銷和零售 規定不准抬價 但需要考慮如何執法和人手的問題 他就期望整個過程 可以在幾個星期之內完成 不過到底這些 利用立法方式來管制口罩價格 到底管不管用呢 我覺得如果你要規管口罩的價格 這些法例要發揮到的作用的話 你就必須要同時實施限購 和確保口罩的供應 否則根本上限價都是沒有意思的 到其時市民只會更慘痛 為什麼這麼說呢 首先我不知道他怎樣限價 因為他沒有很詳細地解釋 這個措施的細節和詳情 只不過如果要限價的話 來來去去都是只有幾招 第一種就是價格上限 Price Ceiling 這種措施怎樣做呢 就是政府訂定一個最高價格 所有商家都不能夠把口罩賣超過這個價格 這是第一種 第二種又怎樣呢 葉劉就說不准抬價 可能他就要限死那些商家 你的口罩價格不能定在來貨價之上的某一個百分比 限定他賺多少錢 就不能夠炒到天價那麼高 實情兩種的辦法 都是要配合限購和確保口罩供應 才是臭效的 否則根本上就不像實際 講一下這個價格上限 實情根據這個供需定律 大家都知道 當口罩是全球供應都短缺的時候 就算不炒 他的價錢都會上升 來貨價本身就已經是升了很多 只不過有些衰的藥房 他們就喜歡囤積居其謀取暴利 將價錢定到天價那麼高 先講一下價格上限 如果特區政府宣布要設置這個口罩的價格上限 比如說兩元一隻才算 我恐怕有朝一日全香港都會沒有口罩賣 為什麼呢 因為有些商家就不肯入貨 只要來貨價超越了特區政府所訂定的價格上限的時候 那些商家自然不會入貨 否則賣一隻就虧一隻 難道每天去訂定價格上限的水平嗎 特區政府有沒有這麼高的效率 但是如果將價格上限訂得太高的話 這個措施就沒有意義了 最高訂到一百元一隻口罩不如不要訂 所以你怎樣拿捏呢 所以我覺得純粹用價格上限就不切實際 好了 他說不准抬價 可能就是規管的商家 你只能夠將定價定在成本價之上 某一個百分比 比如說你來貨價是五元的 你最多賺兩成而已 賣六元就不能超過這個水平 但是你如何來執法呢 他到時怎樣規管它 他賣多少錢呢 一個口罩是否要給你單單欄目的 你也要給你單欄目的 那個時候可能他也炒賣了 你是不是每一間藥房有一個人坐下來 你如何執法呢 我真的很懷疑 而且你還要實施限購 你不限購的話 你定定價格水平也沒用 有些人都是喜歡去買 你看,厘紙也是這樣子買 米也是這樣買 什麼都掃光了 如果你只是限購的價錢 又不限購的話 有誰用呀 口罩也會照數貨 那你就把限購的責任放在商家上 譬如商家規定每人限購一下或者每人限購幾隻 這樣就不公平了 你達區政府應該想起這些 不要什麼都還沒想到就立即馬上推出這些措施 否則只會適得其反 到時候很可能會出現一件事 就叫做口罩的黑市市場 大家就在地下交易 免受你這樣的規管 你是否想出現這樣的情況 你真的要想清楚才會推行 當然限購方向是好的 但你能否確保公認 尤其是特區政府根本就是與民爭利 林鄭三不五時出來和市民宣布 說你特區政府向全世界哪些廠家訂購多少隻口罩 但你的口罩全部都是歸去政府物流處的倉庫 你又說明不會把口罩派給市民 而那些口罩也不會流入到自由市場 入了倉庫就是你的公務員來用 你還不是與民爭利 全球的口罩的產量是這麼多就這麼多 就算提升的產能也好 都是不夠用的 你還要買這麼多口罩 你又不確保自由市場的供應 你搞這些措施出來 都想清楚了沒有 希望他們真是三思而後行 就不要搞到像那個強制檢疫 這個倉庫還在為這個強制檢疫來辯護 他怎麼說呢 他就說這些強制檢疫措施 都很難做到滴水不漏 就需要靠那些旅客自律來執行 不能夠定得太過嚴苛 真的好笑了 原來你自己也在這裡認同一份 你作為這個行會成員 根本上你做不到滴水不漏 就不如不要做吧 為什麼呢 因為你將那個強制檢疫的責任 轉嫁了到那些酒店身上 你就使得那些酒店的職工非常不滿 原來他們就完全不知道究竟哪一個酒店房間 就是住了這些強制檢疫的人士 那你叫他們怎麼來提升那個防備的意識呢 更何況就是 作為酒店的員工 他不可能有這麼多的個人防護裝備 口罩也不多提供吧 難道你還要求酒店提供保護衣 有沒有那麼好服務 有沒有那麼照顧周到 所以你就最好把這些旅客安排回去隔離營那裡 就不要放在酒店那裡 就是非常之有問題的 你將責任轉嫁給其他人 好了 而且這隻葉劉還說到 封關的話 其實特區政府就需要和大陸聯絡和協調 不能夠說封就封 因為中港兩地來往頻密 我就完全不同意葉劉這一種說法 為什麼呢 你根本就是把特區政府在一國兩制下 在基本法的憲制下 那個高度自治的剩餘權力 你都斷送了 林鄭曾經自己也說過 說出入境政策就是特區政府的自治範圍內的東西 為什麼你對於馬海工作簽證的續期 你說可以是自治範圍內的東西 你就可以不促他 我對於封關 我就要和大陸談 有沒有搞錯 這些還需要談 談什麼呢 你有自治權力 你是有權不容 自己跪下了 是不是 你就要承認這一點 這是你自治權力範圍內的東西 因為你不是在搞外交、國防、軍事的東西 出入境政策是你自己的東西 擺明就跪下了 將這個剩餘權力雙手奉上給大陸 而且葉劉還很可惡 他說有些市民受到罷工的醫護人員影響 於是新民黨為他們研究 向醫護人員工會作出民事索償 簡直不知所謂 罷工是受到基本法保障的權利 這麼喜歡提出民事索償 你不研究一下 幫那些市民向警察提出民事索償 你這個人都是不知所謂 你都不能當特首 老實說 不要這麼偏執 葉劉 我講講另一件事 關於香港電視的市值 原來就超越了TVB 我覺得既充滿了歷史的偶然性 也充滿了歷史的必然性 先講歷史的偶然性 當日黃維基遭到梁振英 否決了他香港電視的牌照的申請 我覺得現在事後看回 蔡翁失馬燕之非福 實情是CY救了他 老實說 真的我經常講這個論調 就是黃維基錯有錯著 當初如果CY批了一個牌照給你 你會蝕到眼淡淡 因為目前 這個傳統媒體 就擺明是衰落當中 搞這些大型的電視台 沒錢賺 因為目前三個免費電視都沒錢賺 TVB也虧錢 ViuTV和香港開電視 收視長期低迷 基本上大家現在都看網台居多了 很多都轉了看YouTube 或者Netflix 還有幾個人看TVB 他自己逐漸逐漸逐漸 十幾點收視 跌了很多 這是歷史的偶然 又兼責著歷史的必然 TVB不僅是承著傳統媒體的衰落 而是走向潰敗 而且他本身也是自今墮落 基於他的新聞報 經常作出一些 事事旦旦偏頗的報導 所以 搞到市民 背割劇集 和綜藝節目 其實這是一個女傳家 而最重要的是 黃維基本人也是眼光獨道 其實他最跌眼鏡的 應該就是搞電視台 因為是虧眼的 大家看回那個軌跡就知道了 他就搞了這個網購平台 首先他的平台有日趨成熟 現在搞到有聲有色 現在市民也慢慢接受了 網購這個習慣 也不去超市買了 很多人也不去超市買了 比如說買米 你在網購買 那有人送上門 送去你家 還好 節省腳骨力 所以 黃維基是厲害的 再加上他對於香港也非常有心 又走到中大聲援 那次警察公打中大 而且還高價在台灣購入這些口罩製造機 直接搬到香港那裡 進行本地的生產 這些就真真正正做到 急市民所急 賞市民所賞 所以黃維基是厲害的 恭喜你的市值 超越了TVB 好了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